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汪文微博 我是Cherry 3月11日下午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结束 当天中共高层在会场上的互动细节引发关注 香港明报报道 闭幕式下午3时开始 习近平进场时在经过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和董建华座位时 微微向三人点头致意 报道描述 在人大会议表决 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草案后 习近平还与临坐的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有过两次短暂的交谈 大会结束后 习近平笑着与李克强短暂的交谈 然后才离开 当他途经董建华 梁振英和夏宝龙座位时 习近平特别停下脚步和夏宝龙交谈了十多秒 时政评论员李灵一表示 夏宝龙是港澳事务最大的实权派 是港澳办主任 同时又是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人大通过法案后 习近平唯独与他说话 正说明香港越来越落入习近平一派手中 未来中共香港政策会越收越紧 综合媒体报道 针对中共在香港和新疆侵犯人权的行径 欧盟高级官员3月11日同意 将新的人权制裁机制矛头指向中共官员 预计将在3月中下旬外长会议上获得通过 据报道 遭制裁的中共官员名单 将在正式决定达成后公布 分析认为 这一决定表明 尽管欧盟与中共保持着沟通渠道 并谋求深化经济联系 但欧盟仍准备在人权和其他问题上 与中共对抗 欧盟正努力与中共保持一种微妙的分歧 不断的平衡 欧盟把中共视为竞争者 同时也把中共当作合作伙伴和系统性对手 在新的欧盟制裁下 中共 厄利特里亚 利比亚 朝鲜 俄罗斯和南苏丹等 将被视为世界上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 这也是欧盟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 首次把制裁矛头对准中共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 欧盟曾对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和禁运 但随着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 欧中关系转好 这些制裁措施早已解除 但欧盟一直保持对中共的武器禁运 综合外媒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声称 要开始与美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 这是中共首次做出类似的公开声明 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少将考福曼 近日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出 如果你是中方将领 还称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有意先发动攻击 因为如果不可避免 为什么要等对手先攻击 考福曼提到 若美中开战 在太平洋除了海战以外 打陆战是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 考福曼说 如果要拿下陆地 战友陆地或清除陆地 就必须要有地面的军事力量 派出战车或装甲车传递的是争取胜利的意志 中共现在拥有7000辆战车 3000辆装甲车 若美军没投入路上战力 中方的1万军车 就是此一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考福曼认为 美军若动用四驾波音C17 全球霸王空运重达80吨的M1战车 前往正确的位置 将会成为战役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10日 在众议院外委会 针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举行的听证会上承诺 将邀请台湾参加 由美国筹办的民主峰会 布林肯补充说 台湾是一个强健的民主 一个非常强健的科技力量 也是一个能够对世界 而不仅仅是推他自己人民 做出贡献的国家 他们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去年竞选时曾提出的倡议 他在《外交事务》期刊上说 将在当选就任后一年内 举行全球民主峰会 以更新自由世界国家的精神 及共同目的 他说 这个民主峰会将把世界民主国家 汇聚一堂 强化我们的民主体制 诚实地对抗那些正在倒退的国家 并凝聚一个共同的议程 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说 熟悉峰会规划的人士表示 这个峰会预计在年底举行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 胡锡进3月11日在推特上表示 根据匿名信息 中国司法机关将于近期 就加拿大籍人员 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弗 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进行一审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2日主持例行记者会 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 目前没有可以向外界提供的信息 但中方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各项合法权利 美联社的报道称 中共几乎没有透露 对这两人的指控细节 而加拿大外交官 被允许偶尔访问两人 但外交人士除了要求释放他们以外 也少有其他表态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包括斯帕弗在中国的代表律师 及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扎特兰在内 有三个消息来源表示 中共政府尚未通知加方审讯的日期 这类通知通常预计在审判前三天发出 中共在加拿大因美国要求扣押 孟晚舟后十天 在中国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 国际非政府机构研究员 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弗 他们已经被关押了超过820天 目前孟晚舟的引渡案正在温哥华进行 预计法庭审理在5月份结束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菅义伟 3月12日在官邸举行的 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上透露 有意在4月上半月访问美国 并与拜登直接会晤 预计它将成为首位与拜登 面对面会谈的外国首脑 虽然日本政府拒绝透露 在本次日美峰会中将提出哪些议题 仅表示朝鲜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 绑架的日本国民 是日本政府首先要处理的问题 但日美预测 双方预计将针对新冠病毒防疫 气候变迁以及对对中关系等领域交换意见 日美指出 在印太地区中共与经济 军事的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 在此之际 双方皆希望借本次会议 对外界展示两国对美日同盟的重视 东京时间12日晚 菅义伟和拜登参加了 美日印澳四国首脑在线会谈 两人在1月28日的电话会谈中 就尽早实现菅义伺美 并进行面对面磋商 达成了共识 据悉 菅义伟上一次出国访问是去年10月 出访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凤凰网3月12日的报道 江苏省连云港市九龄后女附近许燕 从19岁开始接连与中共高官或政府官员发生关系 之后以怀孕经济补偿为由向他们索取金钱 已知涉案男性有当地两名无职级人士 一名小学校长 一名政府机关公会主席 一名医院副院长 两名公安局副局长 与两名派出所所长 但之前是指出此案恐涉及更多中共官员 法院判决书向外接释出的名单并不完整 有中国法律人士在微博分享判决 却接到公安局电话要求下架贴文 警方还强调是领导安排的 江苏省冠云县委政法委3月12日回应指出 涉入此案的公职人员均已被处理 据报道 其中一名涉案官员 时任冠云县公安局副局长寇姓男子 也自我证实不再担任原职务 另一名涉案官员被卷入此案的 连云港市的原公安局海州分局副局长刘向斌 在2019年5月 许燕被警方逮捕的前一个月因贪腐落马 当时法院判决称 她收受贿赂的金额多达人民币70多万元 不过却仅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 综合国际媒体3月12日消息 美国奥林匹克和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苏珊娜·莱昂斯 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尽管支持抵制北京奥运的声音持续不断 但这对那些一直在为这个赛事进行训练的运动员来说 是一种伤害 莱昂斯说 我们虽然从来不希望淡化中国发生的人权问题 但也不会支持运动员抵制这场赛事 莱昂斯这里所指的是中国新疆关押穆斯林的事情 美国认为 中共迫害新疆维古尔穆斯林是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 在现代历史上 美国只抵制了一次奥运会 那就是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 抵制的原因是当时的苏联出兵侵入阿富汗 莱昂斯说 我们认为这种抵制是没有作用的 他说 抵制行动只会伤害那些为了代表自己的国家 参加那次比赛 而把一生都投入训练的运动员们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计划将在明年2月4日举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网络微博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rganizations 我们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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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mens责栏 老实询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في